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张又见面了 小姐呢假怀孕被我发现了 然后呢被我拆穿了 想不到呢他不仅不承认错误啊 还理直气壮 我现在我心里面特别的气 今天嘛他不是说一句残检吗 然后呢我就翘翘的跟着 跟着的话呢他从那个门口出来 以后呢我就直接进去 然后的话呢我就说是吧 我拿了那个结婚证什么的 我说刚刚那个是我老婆 然后呢他来强检 现在的话是什么原因呀 就是说身体怎么样啊 正不正常嘛对不对 结果那个医生就跟我说 没有啊他说他就是一个 简简单单的这个身体检查而已啊 然后的话呢有时候来复查一下 根本就没有说啊怀孕这回事呀 他没有跟你说嘛 我那时候我才知道真的 原来呢他就是说一直都是在骗着我 一直在隐瞒我 上次的话呢其实我也已经就说 有点怀疑了的 因为呢叫他拿那个烟孕诗子验下嘛 他也不肯 而且呢是推上主事的拖拖拉拉的 说什么都不情不愿 这个东西是吧 我本来我就是觉得是吧 肯定是有猫腻的这其中 但是呢我想着 还不至于就说啊 这个东西拿来骗眼嘛 那如果说啊 这个东西都是假的话 还有什么是真的 想不到确实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说今天我一回来 我就冲进那个房间去去他睡那个主卧 我就问他什么回事 是什么情况 我想听一下是吧 他是怎么说的 结果的话呢 他还是一个啊一脸无所谓的态度 觉得呢从来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 还理直气壮的 态度呢比我还要嚣张跋扈 我都没生什么气是吧 他还在那里 就是说恶言先告状 觉得呢是我的问题 我想请问是吧 这个怀孕从一开始 哪怕是到现在 一直呢都是他在跟我说 本来呢那时候是 准备两个人去办那个理婚手续什么的 然后呢他突然间说怀孕了 我才把心里面的这股气 这个火气给压下来 我就说算了对不对 既然这样子估计也是一个机会 也是一个缘分嘛 如果说啊 就说真的怀孕了的话呢 那证明就是说我们两个是吧 这个缘分未尽 还有机会就是说重新在一起 所以说我是这个样子想的 我也觉得是吧 心里面抱有一丝侥幸 因为呢我知道 这个事情呢 如果说是真的话呢 我也不可能说做出那种事情来 然后的话呢是吧 要让他难堪 或者说是吧 不能让孩子一个圆满的家 我心里面我是一直这样子想的 我也一直是这样子做的 今天被发现了以后呢 还给我甩脸色 还给我就说是吧 呃觉得呢 是我不给他钱花 是我呢啊 限制他的这个这个自由 限制了他的消费 结果呢他才出此下策 然后的话呢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想法 你说这样子怎么可能是吧 怎么可能还继续过得下去吗 我觉得呢我一直生活在这个就是呃 他的欺骗当中啊 一次又一次 没有一句话是真的 以前的话呢还是 呃这个性格这个脾气有一点古怪 现在的话呢 根本就是说啊嘴里面呢 从来都不跟我说实话了 然后呢有时候还偷偷的打电话 现在的话呢 没有怀孕 你们说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吧 我现在呢我心乱如麻 我都不知道是吧 如何去解决 我感觉呢他根本就没有脸来面对我了 这个事情 既然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就证明他心里面从一开始 就是想的是如何来欺骗我 我编了一个这样子的理由 这个样子的借口 然后呢又想翻设法的问我拿了一万多块钱 后面呢有的给了他娘家了 有的呢踹进了他自己的口袋 这个钱呢我必须要让他拿出来 先把这个钱还回来 这段时间我付出的这个时间 付出这个精力 我还要一笔一笔的跟他算清楚 要不然的话呢我心里面我一点都不平衡 我觉得呢是吧 我被他当个傻子样 耍来耍去的 每一次就打人家是傻瓜 觉得人家好骗 一直呢用这套方法 等一下呢我就去找他 让他把这个事情做清楚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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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